大型系列公益节目 和谐拯救危机 七大主题特别关注 中华民族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 祖宗都不要了 父母都不要了 如果说爱国家 那是假的 认识和谐的真谛 共创天下的太平 和谐拯救危机 一个人从孩子的时候开始 一直到生命的结束 他会不停地思考一个问题 我从哪里来 我是谁 我要到哪里去 同样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也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否则他就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 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么在十一年前 中国一共有九位大贤大德 包括像赵普初老先生这样的人 共同提出了一个016号政协提案 在这个提案当中 他们紧急呼吁 中国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教育 他们说 传统思想和价值观 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 传统经典 是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 这些是我们民族 生存和发展的依据 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 屡遭灾难 而不会解体的凝聚力 如果认此文化遗产 在下一代消灭 我们将会成为民族的罪人 历史的罪人 大家拿着宪装书 不认得 对不起我们中国的列祖列宗 对不起世界人民 对不起人类 十一年过去了 像赵普老那些 代表着民族良心的人们 纷纷地离开了人世 而那个问题还放在哪里 现在我们必须要拿出 智慧和勇气来 给出最好的答案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您老人家在上个世纪 三四十年代的时候 经历过抗战 那是您十几岁的时候 当时中国面临着 亡国灭种的危险 整个的民族就没有了 大家是亡国奴 不能再做中国人了 对 不可以再有自己的传统 这个当时我们的代价 是什么这八年 当时我们中国血流成骨 白骨变野 殊死的斗争 最后我们留下来了 我们保住了我们的这个命脉 保住了我们做中国人的资格 但是现在我走在街上 经常要考虑这个问题 今天的国人 我们的同胞 尤其是年轻人 除了他讲汉语 他的母语是汉语 写汉字 身份证证明他是个中国人 以外 怎么能证明他是华夏子孙 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 什么能证明他呢 如果我们的传统文化历史 要是消失了 这个民族就灭亡了 这非常可怕 政权丧失不怕 你说我们中国 元朝的时候 我们的政权在蒙古人手上 但是我们的文化没有被消灭 满清入关之后 我们的政权也丧失掉了 但是我们的文化 不但满清人没有消失 而且还大力发扬广大了 最后满清也被同化了 也变成中华民族了 所以这个是最怕最大的这个 所以要消灭一个国家的时候 最重要是把它历史文化消灭 这个国家灵魂就没有 剩下一个躯空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年轻人会说 因此